毛利坚总统认为说对岸应该对马英九呢 这个打个特优的烤鸡 那对蔡英文呢 这建国百年的时候 蔡英文不是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吗 结果来看中共的态度挺硬的 这是国台办在今天言辞抨击 说蔡英文的说法混淆概念还借壳上市 还强调说过去现在跟未来 两岸都不可能是国与国的关系 小英主席抛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马总统没回应倒是大陆国台办先跳脚 这种说法混淆概念 是一种借壳上市的台独主张 就是拿台湾现行的相关规定来衡量 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我想强调的是 两岸关系过去 现在将来都不是 也不可能是国与国的关系 话说得很强硬 彭贼蔡英文的同时 却也没忘了回应马总统的 五额亲谈话 各自的关注点可能有所不同 但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那就是振养中华 辛亥革命精神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 纪念辛亥百年 就是要团结 两岸同胞 同一时间抬了半天的台商投资保障协议